优优独播剧 波尔波罗蜜 他是观诸法十相故 不取着一切法 他不执着一切法 布施波罗蜜 他是舍一切内外所有 也说舍财 舍身等等 所以布施主要是舍财舍身 波尔他是不执着我 众生相或者是法相等等 以波尔波罗蜜心来行布施 这时候布施 因为有跟波尔波罗蜜相应 才可以称为布施波罗蜜 如果没有波尔波罗蜜相应的话 只能称为布施 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 再来五度植诸功德 植若以一般植物来说的话 那有种植的意思 另外这植有聚集增长的意思 就是五度可以增长功德 种种功德 波尔波罗蜜 去除植左的心还有邪见 下面这个比喻很好 譬如说有一个人种谷 种谷物 另外一个人来去除种种的污垢 杂草 让果实能够增长成就 所以种谷 来比喻五度 我们在种植种种功德 增长种种功德 但是有时候一个肥沃的田 一亩肥沃的田 游异的植物当然也会长得好 但是杂草有时候会长得很快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种植游异的植物 二方面要去除杂草 波尔就具备这种功能 除其酌心邪见 以布施来说明如此 其他的持戒忍若精进禅定也是如此 需要有波尔波罗蜜相应 交叉 前后 做 expelled